各位是貓派還是狗派 我個人是狗派 這首 我不是你養的貓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知道你還沒睡 聽不見我說話嗎 我現在這首歌 希望你們聽見 既然變成快 想當你用水滾槽 感覺卻是有湯橋 雷神的朝販 不然不然 不然不然 天光裡有時空好 先體會用雷神的健康 來給我你的相信 我們重新隔好 你 指定你的心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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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靠在我的前 聲音全知道 你知道嗎 你把自己貼 自己胆 細細 作的旋游的水油 我看我 在開始想起你溫柔 我想你 這些謊 說 只是你我心裡都在感受不得 我希望你都看 想到你永遠不著 感觉确实有点糟 旅行的照亮光暗 我不是一样的吗 天光里有时口号 心体会落内心的煎熬 快给我你的消息 我们重新看好 这东西地图 这东西的小鱼 一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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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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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想要你陪 这首歌也是我的个人创作叫做 我不是一样的吗 我希望你会喜欢 不能用能力 否则就会两百俱胜 好 谢谢我们吴颖诚 谢谢大家 你跟我说你是狗派吗 可以往前进就在那一项 好 你跟大家先说一下你名字要怎么写 因为有些人对你的名字会念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去IG搜寻的时候 可能会想说到底是哪个印哪一个成 对不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口天舞然后罩框印的印 那个罩框印是你爸教你的对不对 因为好像只有这个字而已 真的好 然后陈呢 呈现的陈 一个口下面一个人 各位知道他的名字是谁取的吗 如果让我遇见你 你有听过吗 谁 邦继维帮你拿去 邦继维 经理男友 经理男友这个称号 经理男友是他帮你取的 所以他就是有两位前辈的背书 对我刚刚说的邦继维 还有另外一位是谁 周志平老师 周志平老师对不对 周志平老师当时欣赏你什么 应该是就是我们一起 就是创作吧 是 就是一些创作 你的创作也很有趣啊 听说 因为我知道阿妹 他当时在唱歌 在录音室的时候 喜欢打刺脚嘛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打了刺脚 接到地面的地气之后 他觉得唱高音的时候 接到他的手势当中的一个 一节一节往上爬的手势的时候 应接可以往上爬 对不对 那各位知道这个吴应成 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 有什么样特殊的癖好吗 呃 我其实我喜欢洗澡的时候创作 因为我喜欢把身体弄干净之后 然后认真的在电脑前面 开始做音乐 对这样子 为什么呢 来我跟你说跟你分享一下 比主持人近一点 不然你会没有镜头 嘿嘿嘿 你一直往外头 镜头不会拍到你 一直在拍主持人头 好 那所以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洗完澡材创作 各位知道吗 他很怕捍卫 也很怕流汗的感觉 对对对 就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身上有汗味吗 没有 哈哈哈哈 要不然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闻到别人的汗味的时候 其实是会蜕闭三射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个人在创作的时候 有这样的癖好 不过这张恋爱手杂当中的歌曲 蛮多元性的嘛 也让借此 就是坐在我们前方的一些朋友们 可以先了解一下当初你创作当中 哪一些元素进去 才能够成为大家眼中当中 也是我们方济为眼中的一个精灵男友 是因为我的这张专辑 我是以爱情的每一个层面 可能是刚萌芽的时候 然后到热恋 到最后真的分开了 就是这整个过程中 我其实都有记录在里面 哦 是不是你恋爱很丰富吗 嗯 不丰富 但是就是 创作者就是靠想象 哦 所以你很多的恋情都是想象出来 是是是 好 刚刚已经有两首歌曲了嘛 第一首是我们的陷阱 第二首是我不是你养的猫 但是它是狗派的这样子 对 所以你可以成为你是它养的狗吗 可是比较难听 真的 哈哈哈 我们 诶 真的有人在回想说 我不是你养的狗 真的有比较难听吗 真的吗 比较凶一点吧 比较凶一点 哦 我不是你养的猫 那接下来什么歌呢 呃 因为 对 对